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好像这是打炒房啊 有开了几个绿灯嘛 对于这个建商的部分 然后其中都根为老 也是一个在他的排除之外 但是我有看到一则新闻 他们还是有被波及到 什么情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根为老遭现贷令波及 建商兔银行放高利贷实情 央行八月起调控不动产放款额度 不只是民众申请房贷难 原本说好不列入银行法 七十二之二 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都根为老市场 也连带遭央 就有多家中小型都根建商 就透露 这两个月来贷款利率已从2% 多上调到3-4% 还被银行威逼 不加息不给贷 央行不讲武德 那就有一位被迫接受高利贷的业者 炮轰 这根本是本末导致 利息成本最终仍转嫁到消费者 那根据银行法第七十二之二规定 银行办理住宅建筑 及企业建筑放款总额 不得超过放款时所收存款总余额 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30% 及不动产放款天条 都根为老融资案则排除在七十二之二条之外 不过今年下半年 央行陆续找银行喝咖啡 关切不动产放贷状况开始 除了购物民众 房贷生贷困难 就连七十二之二条 排外的都根为老土地与建筑融资也遭到刁难 现在跟银行贷款都要3-4% 甚至是更高 还不见得贷得到 那就有多家北市都根建商反应 8月以前土建融利率约在2.3-2.5% 那在纯准率调升 有限放贷资金的排挤下 谁能给的利息更高 银行就贷款给谁 其实新闻内容还有提到 就是很多都根业者都透露他们的心声 就有名都根业者 他是台北超过30年的知名的老牌建商 他是没有透露是谁 他就抱怨他手上的都根案 他10年建筑融资拨款的时候 银行告诉他 如果不加利息就不拨款 他就以这个融资合约内容 向银行反应不合理 但银行就是也没办法 要他直接向央行来投诉 其实这个不就是 我们大家对银行的了解吗 对啊 听命行事 前一段时间就是真的 因为那时候有跟很多的 我们的网友讲 就是说 其实银行这段时间 对大家蛮好的 真的蛮好带的 利息又很低 多夸忘记 这不是常态了呢 对那真的不是常态 银行就是这样子啊 他就是要赚你钱啊 他就是讲难听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好像是 就像水质你知道吗 吸你的血 在你身上就平常 拔住 大部分的时间 他只要粘到你身上 就是吸你的血 很可怕 但是我不知道 好像中医有一种疗法 还是以前古兽有种疗法 不知道你身上是干嘛 有毒的时候 至少是在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了 拿这个水质放在身上 他可以把你体内的毒吸出来 这个时候他就是好的 对 但是他不是常态 就是有一段时间 他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这样做 当然你看 他如果说他去加建商的利息 那建商会把这个利息吞下去还是 转嫁消费者身上啊 他就有讲啊 他说 养金融打炒房的目的 是希望房价不要涨的太夸张嘛 对 就是呈现这个平稳 最好是有微幅下跌 对 这个迹象 嗯哼 讲的很有这个理想 对 但是他说他忽略了这个政策背后 出现的反效果 对 但换而言之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们怎么加 我就是把他加消费者身上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话 没有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啊 他建商讲这个话 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啦 但是我相信 只要是加他的利息 他应该是会加给消费者 只是说他的前面 有没有 就是说一开始被加息 案子还没有开 还没有卖 还没赚到钱 心里面很不爽 对不对 尤其现在这样子的话 房市有点冷 有点担心 我们换个方式讲嘛 那降息的话 那房价会降一点吗 好像也不会嘛 不会啊 降息的时候 就是市场热的时候 那房价就是咻咻咻的往上 你不赶快买的话 等一下房价又要涨上去了 对 就没有咯 所以这句话 如果说是 这个建商讲的话 后面这句反而就 人家不一定能够有共感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的确是我们知道 建商一定会把这个 额外的成本是加给购物人的 这个的确也没错 对不对 其实当时在讲的话 真的就是 这个都更为老 是有排除在外的吗 没错 照理来说 都更为老 就是不在这一次的 银行水位限制之下 对 但是因为都更为老建商 他就有秀出跟银行的对话 对 就是他有跟大家讲原因 简单来说呢 就是都更为老 虽然不占72值2 对 但是他占不动产的集中度 对 所以央行有要求银行 要全面调降建筑融资的总额 所以才会影响到他们不好贷 或者是他的利息增加 让你不想贷 或是不能贷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原本打没有打你 但是问题是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是在打你 所以也不要太放松 他居然就是全体 这个银行 不动产的 这个贷款的占比率过高 全部基本上都集中在房地产 等于说全部银行 37%多 将近快40% 就快四成都 要放到房地产去了 那这个变是感觉 对于央行来讲 不喜欢 所以他也可以用这个讲法 那我现在就是掌你的这个利息 这个其实我们跟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在做这个资本氏足率 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有关系 就是有点雷同 他认为现在你就是房地产 第一个 我放贷过高 再来是房地产感觉 现在我要加你利息的理由 就是我觉得你风险大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加一点 当然也许银行可能不是这么想 我只是自己合理的去猜 对不对 我各种理由 就是我想要多赚一点钱 不行吗 是不是 可以吧 而且他除了这个不动产集中度的问题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央行 他不是在众手打炒房的时候 有调升那个存准率吗 对 存准率其实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影响不大 但对银行来说 跟你要跟银行大额借款的人来说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有调高存准率 调升了两码 要回收3000亿的市场的资金 所以让都更为老近期在融资上面 也是受到很大的阻碍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对啊 其实之前有个网友在问 说觉得明年央行会不会升息 但我目前的看法是 因为目前全球已经进入这个降息循环当中 对不对 所以你说要台湾单独升息 感觉上比较难 我不说不会 但感觉上是比较难 但是即使是不会升息 他对于房地产的 譬如说他去调整存准率 然后要求银行去好好检视 他们的这个资本市主率 也就是讲实在话 就是我今天即使是有钱 我即使是随位回来了 我也缩小你能够放贷出去的金额 而且我还尽量少放到不动产内去 这样去限缩他 也就是说随位回来了 你也不要高兴 搞不好这些随位回来也是留着 也没有要给你的感觉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即使是随位回来 好像也不能太开心 也不能太轻松 所以这样子 之前我还在想说 这我没讲 但我自己心里在偷偷的想 我说这样子央行当中开那个绿灯 都更为牢是被开绿灯的 但我就可以去看一些都更为牢的案子 现在看来也是有危险 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没问题 但是他这个限缩主要还是先针对 假设你今天是符合性轻案 或是你是真的首购 你要去买都更已经出来的案子 基本上是没问题 但有可能是因为 银行这样调整利息的部分 让他转嫁到你身上 但是你的问题不大 但是很多的中小型建商 尤其是小建商 我看在未来要带到款 可能就很辛苦 专家也有讲 他觉得小建商应该以后是带不到款了 对不对 所以感觉市场就是顾大不顾小 大的不能倒 小的没关系 你就倒一片无所谓 因为大的可能倒起来问题会太多 会有风暴 对那就把小的先杀掉一些 对解决 对不对 所以就造成市场 大者很大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 恒大最后怎么样了 对不对 恒大现在很惨 很大真的很惨 很大造成风暴 对 所以开玩笑 所以这个状况感觉在明年 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建商可能会休息了 那你看现在还有在动的这些 就是大型建商 现在趁这个时间市场不好 他可能用一些自由资金 在疯狂裂地 对不对 那他先把库存原料先存起来 等到未来市场再回来的时候 也没有小建商可以拿到好的地 我这些地放到那个时候 可能价格又更好了 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 也只能这样子 是不是 先解决现在的问题 先把现在过热的房市 先让他冷静一下 对不对 至少冷静 让房市现在有点微微痛 让房市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这是好事 你真的让他一下 真的太热太热爆掉 那真的其实也不好 其实讲实在话 也有很多投资客 我相信看法也是差不多 对不对 你不要让市场爆掉 爆掉太可怕了 不爆掉 你打一打 调配一下 那他还是可以继续在 这个房地产内 好好的生活 没错 只是说最近的仲介 真的就可怜了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Bye